我的名字是杨晓琴 大家可以叫我阿米娜 那么我在这个项目里面 现在是属于一个基础会员 朋友介绍过来的 谢谢 怎么说呢 现在我是从2013年开始玩虚拟货币 比特币 那么最近几年就是说 风起云涌 自己也做过交易所 和其他的一些行业内的一些事情 那么虚拟地产是朋友介绍的 那么正好来迪拜 正好我们大家就一起来过来看一下 那么现场的热情 确确实实是很多国家的朋友们都在 那么肯定是说这个项目 已经发展得很好 并且很有未来的发展前景 所以我们决定 好好地考察一下这个项目 谢谢 虚拟地产 因为我觉得现在互联网时代 尤其是现在全球的疫情肆虐的 情况下 然后我们可能是说多数的工作都在网络上面 就是说我觉得现在人们能够把自己的时间 用在教育上面提升自己很重要 然后我们在关于全球的这个信息 主要也是来源于网络 那么我是希望从网络上教育上面提升自己的各方面能力和综合素质 然后并且了解外面的世界 能够让自己就是说在网络上面 然后就是说获取自己的工作机会 然后和财富 我觉得环境能够改变一个人 如果说我们只是在中国 比如说我在中国深圳 那么如果说只在深圳的话 然后每个人的时间都特别的紧迫 那么来到迪拜的话 我感觉很放松 就是虽然说也是就是大家要努力地工作 然后努力地去做社交 努力地去发展自己的会员 但是给人的感觉和这个环境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因为在深圳的话 就是说可能是说每个人都怀揣着几个项目 他不认真 每一个项目他都是很操作 他不是说是投资的那种感觉 他是投机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要有感染力的话 然后还是要融入的这个环境和大家庭里面 感谢观看